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 檢討今天 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 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我是主持人 大可以增幻文 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五臺北股市的表現 這個禮拜五幾乎收在最低點 大跌了三百一十八點 而且是帶量的一個情況 目前早上大家還想說 是不是萬八保衛戰 結果中場收在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九 連一萬七千九百點都失守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周縣 周縣這個禮拜 是一根非常長的黑K棒 把上週的紅K棒完全做吞噬 不過量能是萎縮 到底有沒有殺傷力 待會跟我們的張傑隊長 來做討論 為什麼這個臺股這麼弱 當然最主要原因 受到美股的影響 我們看一下 昨天的納斯達克表現 觀眾朋友 這一條叫做年線 納斯達克連年線都已經跌破了 所以代表這個壓力非常大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席局 因為現在美國股市四個字形容 叫做金弓之鳥 就是聽到一點點 利空就很緊張 畫面上這個是周三的道瓊 從納斯跟廢辦網看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那最新禮拜四的江波圖 其實跟這個很像 也是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就跟拜登的民調 一路往下跌一樣 所以像這個拜登總統 這個多加油一點好不好 為什麼現在美國股市 會猶如金弓之鳥 因為明明就只有一個小消息 說參議院通過了反托拉斯法 反應卻這麼大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西區講的 全球股市現在面臨什麼 資金緊縮 還有股市這個基期也變高 像包括台股跟美股 過去三年連漲三年 每一年都漲20%以上 所以基期很高 所以現在只要有一點小消息 大家反應就很劇烈 所以要請教隊長 現在根據這個克利弗蘭 FED的預測CPI 一月份的預估已經又破七了 又再創新高 七點二六 不只美國 現在連歐洲的CPI 也一樣 一路的往上衝 這個通膨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看下一張 就我們剛剛講的資金緊縮 現在三月份升息的機率 已經幾乎百分之百 甚至有人說要升息兩碼 所以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回過來看一下臺股 臺股幸好這個 昨天下午公佈的好消息 是外銷訂單 這個十二月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大家最在乎的 資通訊還有電子產品 其實都是兩位數字的年增長 所以要問隊長 這個美股雖然很弱 但是臺股的基本面感覺動能還在 所以臺股有機會再往上攻嗎 OK 那其實臺股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現階段我們來看下一張投影片 主要來講的話 今天是什麼日子 國際擁抱日 小編說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現在疫情很嚴重 大家距離越來越遠 互動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要擁抱一下 他的來源是因為聖誕節過後 情人節還沒到 所以這一名凱文牧師 怎麼跟我同名 凱文牧師說這個時間點 大家容易感到空虛寂寞 所以我們要現場示範一下 國際擁抱日 空虛寂寂寞覺得冷 對 因為現在疫情嚴重 我們先噴兩下酒精 我也噴兩下 應該可以 抱了之後就可以感到溫暖 感到溫暖 太棒了 但是其實要問隊長 現在這行情你是要擁抱股票 還是要擁抱鈔票 OK 那其實這個答案 其實已經很簡單 原則上第一個 在這個經濟日報的 今年初有一篇社論 他提到 今年其實面對的一個四大風險 當然第一個是變種病毒 我覺得最嚴重的 當然是全球化的通膨 這個角力戰是2018年 川普就引起的 這個極端氣候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往下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病毒當然是 傳播的速度快重症少 打了兩劑三劑都還會突破性的感染 所以我直接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 做一個最壞的一個打算 然後懷抱最好的希望 因為其實已經像西班牙 或是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已經決定說 大家都染疫了 不然是要怎麼樣 大家都染疫了 其實也就沒有封鎖的必要 隊長您第三劑疫苗打了沒 還沒 你跟他年輕 還沒輪到你 但是原則上我要跟觀眾朋友提醒 就是說我們不要再有這種清零的這種這個幻想 因為這個突破性的感染 或者是傳播速度實在太快 所以我直接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很有可能政府會學這個效法其他的一個國家 不用追求零風險 對 只要低度風險 或者是選擇與疫苗共存 像這個可能 病毒共存 對 跟病毒共存 等到有口服藥進來之後 政府可能就會有更進一步的一個 跟這個病毒共存的一個政策 我個人是這樣子來判斷 那往下來看 其實全球化的通膨 其實像這個台灣 這是台灣的 對 連續七個月 其實漲幅已經都有20% 進口物價值 對 那下一個圖 其實我們台灣的通膨 雖然沒有美國那麼高 但是還是有到2.84 也是創9年的新高 那其實像這個最近的新聞 咖啡豆也漲價 頂泰峰說小籠包也漲價 麥當勞也漲價 所以基本上是萬物齊漲 現在要找到一個沒漲價 很難 找不到 如果找得到麻煩留言 好不好 我們去買爆他 沒錯 支持他 連那個滿漢大餐都漲價 這新聞都有報 那往下我們再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鈍售物價跟通膨的一個疑慮 已經困擾著大家 那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通膨怎麼解決 其實這個還是來自於這個聯組會 那所有的金融資母 其實就在於這個 這個貨幣週期的一個金融資母 就在於聯組會 現在市場上最擔心就是這個 這五個字嗎 沒有錯 停滯性通膨 因為我們剛剛說 美國的CPI已經7以上 但是美國的GDP有到7%嗎 沒有 對 所以高通膨如果低GDP的話 會擔心停滯性通膨 沒有錯 有可能嗎 那我給大家看 做一個結論 我做了一個表 通膨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是暫時性 因為這一次通膨主要引起 可能塞港缺晶片 這供應鏈的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疫情 大家去思考 從去年7月美國解封之後 大家爆買 像我們過去5月到8月我們封鎖 後來大家就是 報復性消費 所以這種報復性消費 當然會造成一部分的 短暫的通膨 過去1970 80年代的一個 停滯性通膨是 企業都沒有錢 都沒有現金 這一次我看了一下數字 整個企業現金所謂是歷史新高 例如說台積電阿法說 他說他資本支出是 400億到440億美金 那低延的需求跟基礎建設 所以這一次可能不會那麼嚴重 如果疫情或者是相關的一個 中國跟美國的一個關稅 通膨我覺得還是有一點機會 不會造成停滯性的通膨 這個美國財長葉倫昨天也說了 他說這個疫情消失之後 通膨應該有機會控制 沒有錯 所以當然說 大家已經要戒慎恐懼 因為畢竟都已經破連線了 破月線 破季線 你現在在考慮這個 持股滿檔其實是不明智的 那當然主要來講還是 來看回來看這個聯組會 在我們封關之後 他可能不會升息 可是大家已經在講 3月要升息 6月 9月或12月 那我覺得大家也是一樣 料敵從嚴 你這一次大家都放老鷹出來了 以前放老鷹出來 會不會川普打打打打打 所以大家往下看 你此時不鷹何時來鷹 像鷹王布拉德 這四個全部都是很鷹的 這個時候就不要去預設立場說 一下子說要升兩次 一下子說升三次 然後大謀又說升四次升七次 所以不管是Tapper或是縮表或是升息 大家就不要講說 我覺得可能升兩次 結果出來三次不是又再跌嗎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預設立場 因為大家都已經在比誰兇狠 反正升息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去預設立場 尤其是聯組會現在 偏鷹派的又特別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大家只能且戰且走 對 那往下再看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也是一個兩岸的一個關係 也是算是緊張 那這是《金日報》的社論 我把它列出來 我們只能說 今年十大黑天鵝之一 是兩岸關係 沒有錯 那當然因為可能都有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再往下 年底美國跟臺灣都要選舉 那中國也有二十大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部分 還比較沒有通膨那麼嚴重 那極端氣候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所以我就帶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就好 那最後我給大家一點點強新增 就是說我們其實經濟成長率 二十年連續四年都大於三 那往下再來看 我們經濟成長率那麼強 殖利率那麼高 亞洲四小龍之首 外匯存底也是連續創新高 而且台幣今年也特別強 是的 那往下也有看到台幣 那剛剛這個大K有講 十二月的這個外銷訂單 又是六百多億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結論 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在這個台股其實再往下 有自己的資金動能 這是金管會主委黃天木先生說 那前年賣五千多億 去年也賣五千多億 黃天木主委好像每次都講這句話 每次都講了兩次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是 為什麼呢 你看上面這個 前年賣五千多億 去年也賣五千多億 等於是賣了一兆 可是連續兩年都漲超過二十 去年ODC還漲二十九 所以我覺得基本面好 殖利率不錯 台股依然還是相對的一個抗跌 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對盤勢的看法 好 謝謝這個隊長 在這個股市大跌的時候 給大家一點點信心好不好 基本面還是不錯 那同樣的問題我們請教一下 這個威良分析師好不好 威良這個台北股市你覺得 還有機會再攻嗎 好 那我先講結論 今年就是一個崎嶇的折返跑行情 所以操作 我們要不要搭配XQ的K線來看一下 你覺得今年是折返跑 你看這個就是折返跑 折返跑 所以其實越接近所謂的區間下緣的時候 一定是會看到很多利空消息 然後資金竄逃 可是這個時候其實要淡定 反而要反群眾心力 那今天需要淡定嗎 今天算是折返跑短線的支撐區嗎 我覺得現在在剛好是一個 如果以今年全年角度來看 一個尷尬的位置 好 我們把它縮小看一下 這裡剛好會是可能是在今年 比較處於一個中間帶 就是不上不下的位置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對今年的一個行情 有區間的想法的時候 你就好比有一把尺 那這個時候這把尺 就是來控制你的尺骨部位 現階段封關之前 大概理論上就是五成上下 是比較合理的參考值 那當然如果個性特別保守的 你可以再降低一些 我現在講的是尺骨水位 尺骨水位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要幫大家提出關鍵三問 投資人這時候 最關心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這所謂的 音浪太強 不換會不會被撞到地上 對 誰的歌 我們來看一下 黃立行 對 討明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升息 這個是今年會貫穿全年的主軸議題 到底對股市的影響是什麼 那我們直接切一個重點 現在大家最怕就是 升息股市會被打壓 甚至有所謂的偏空的想法都出現了 對 而且是特別針對科技股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納斯達克官方已經破年限了 四大指數唯一破年限的 對 因為大家就會認為說 高本益比的股票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歷史上也不是只有今年第一次要升息 過去黑色這條線就代表升息的時候 利率往上跑 基準利率 每一次升息的週期 我們都可以看到 框起來 對照的就是 紅色這條線就是納斯達克指數 另外黃色這條線 則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來 升息的時候 應該不用解釋了 有圖有真相 升息的時候股市繼續漲 而且講的是高科技股票 是 對 那如果在其實看過往三年來 納斯達克有沒有跌破過年限 有 包含在2019 2020年都跌破過年限 但是破年限之後 就在所有技術面的人都認為 我們看一下XQ的部分 這個畫面上這條 如果我們 對 我們時間拉長就可以看到 紫色這條 最下面就是年限 這裡是不是一次 2019 那這裡又一次 2020年 那就在所有技術派都認為說 整個要血崩了 空投趨勢注定成形了 這就是技術面年限所代表的意義 結果跌破之後 你事後回想 早知道當時再忍一下 早知道當時資金再多一點就進場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技術面當然有非常重要參考意義 但是資金面力量更大 那資金面要不要進場 又取決什麼 基本面趨勢 所以我覺得今年其實景氣 還是會維持在一個不錯的龍景之下 再來關鍵第二問 台股剛剛大科也講到 連續三年都漲兩成 如果今年再往上漲 這會不會泡沫化 人家常說無三不成理 已經漲三年 會再漲第四年嗎 好像沒有這個成語 我覺得今年要再漲兩成 是不太容易 但是說泡沫化 這言之過早 簡單來講 這個著名的指標 叫巴菲特指標 就是來評估大盤的估值 是不是合理 用股市的總市值追GDP 這個大家應該多清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網路科技熱潮的時候 這所謂的巴菲特指標 最高是144% 再來在金融海嘯之前 來到180% 已經就破紀錄 紀錄就是專門拿來打破的 現在是多少 269 我說巴菲特是美國的股神 幸好他沒有來投資台股 不然可能沒辦法享有91歲的高齡 早就腦中風 心臟病發 他股票初心還反手放空 早就嚇壞了 台灣股市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其實簡單講 這個數字是怎麼來 去相除 如果這個筆值 他永遠都正確 其實小學畢業就可以進來股市操盤 你只要會除法就可以 對 其實我們要了解 數字底下真正的內涵 台股的市值主要是來自於哪裡 三分之一來自護國神山 台積電 所以這個問題 進一步來把它簡化來思考 台積電的市值 到了現在這個位階 它會泡沫化嗎 回想一下 大家冷靜回想一下 1月份的時候 台積電剛開完法說會 大家對於今年 明年 後年 至少連續三年台積電展望 內外資是一面倒的認為 它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高成長 你說如果只有一家外資 也許搞不好出了報告 戲弄一下大家 但如果所有內外資的看法有共識 都異口同聲覺得OK的 基本上沒有問題 對 因為產業邏輯來講的話 先進製程的確拉開跟對手的優勢 所以簡單來說 巴菲的指標有沒有高估 回到市值 市值取決於台積電有沒有泡沫化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所以我覺得過往這個可以參考指標 可是新時代我們可能 可以用不一樣的思考邏輯 再重新評估一次 最後第三問 第三問是什麼 到底台股今年大盤會怎麼走 就剛剛提到 已經連漲三年了 我覺得是這樣 上檔空間取決於成長動能 下檔支撐取決於價值 所以去年前三季台股上市貴期 已經賺了3.22兆 全年度應該沒有懸念會突破4兆 4兆以上的話 如果按照6成以上的股息配發率 等於今年至少應該可以配出 2.4兆元的現金股利 換算起來的話 整體的殖利率 至少也都在4個百分點以上 甚至可以上看4.5個百分點 所以今年其實獲利很難再大幅成長 因為我們看到 這些不管是來自於科技產業的獲利爆發 或者是金融股去年 也攪出了歷史新高的獲利成長 或者說週期性傳產 包含像一些原物料 航運 其實去年大家獲利很好都上修了 但重點在這裡 2022年 今年的預估 整體台股來說的話 是衰退3.6% 所以獲利因為基期墊高之後 沒有辦法再出現在動能 所以上檔空間有限 但是下檔有質疑支撐 我個人認為 綜合各家法人的看法 今年指數最可能的區間是萬六到萬九 所以我剛才說 最近你要有一把尺畫在這裡 那越接近下源的時候 部位開始加大 但越接近上源的時候 自己就可能要懂得靈活操作 好 非常謝謝威良分析師的一個分享 萬六到萬九 那是來回折返跑 看接近哪一邊 接近萬六就當買方 接近萬九就當賣方 這樣的一個規劃給大家做參考 好 下一個階段在升級循環底下 我們要繼續請教威良分析師 到底選股邏輯應該怎麼做掌握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金小白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